大片已先行去Pink Venom 可為兩年回歸韓國樂壇 然而根據韓國媒體報導 Pink Venom並未通過KBS的審查 因此在音樂銀行的排行榜資料也遭到刪除 排除在美洲的排名統計之外 未通過審核的原因是因為歌詞中提到了法國品牌Seline 被認定違反了廣播法 由於KBS是國音電視台 審查總是比其他家電視台要來得嚴格 只不過通常被禁播的話 經紀公司會稍作修改 並提交另一個放鬆用版本再審 不過YG娛樂並沒有任何動作 事實上Blackpink這首歌的舞台 就只有一場SBS的人氣歌謠 之後就直接飛往美國宣傳 並沒有出席音樂銀行的計畫 在公司看來海外宣傳和巡演 比音樂節目的冠軍來得重要多了 在除了音樂銀行的其他音放上 Blackpink也都拿下了異位 而這也不是Blackpink第一次被KBS進播 在2019年發行的Careless Love 就曾因為MV中出現 肉賊開車未系安全帶的畫面 被KBS以違反道路交通法為油禁播 當時威聚娛樂也是無動於衷